手拿操作器精準操控 空拍機發出陣陣巨響 緩緩升空 仔細分析地理位置 土耳其無人機團隊 在沙卡蕩步道 用空拍機進行救援行動 去年土耳其發生地震 空拍機出動 成功協助搜救 如今也用同樣技術 幫助台灣 今天我們嘗試拐延 這是地震救援行動 是由土耳其民航局 國際災難無人機 測試訓練中心 率領專家團 攜帶無人機來臺 第一題字一共七人 六號傍晚抵達台灣 馬不停蹄搭火車 趕到花蓮 七號就投入救災 土耳其特艙隊帶了三種無人機 兩架執行救援 一架則備用 白色這款更是大有來頭 它是能垂直起降的固定翼無人機 飛行時數可達九十分鐘 航程長達一百公里 可以針對倒塌的地形 進行識別 曾經是烏克蘭 作為戰損評估的偵查無人機 土耳其無人機隊 在七號早上抵達了指揮所 利用他們專業的無人機技術 跟台灣搜救隊來合作 就是為了要報答去年 台灣在土耳其地震時的幫忙 也成了正後唯一來臺的國際團隊 搜救人員分別在沙卡當步道 這三個地點 找到罹難者的遺體 現在不僅會從同心園往外擴散 由搜救權擴大搜索 再加上土耳其的三架空拍機 從高處探勘 不放棄任何縫隙 土耳其搜救隊分享無人機使用技巧 以及特殊救災技術 跟台灣跨國合作 人力徒步加上高科技 跟時間賽跑齊心協力 找出失聯者 華爾新聞綜合報告 好 再次為您查播 就在剛剛6點01分的時候呢 是發生了有感地震 包含這個花蓮一覽 都是有三級地震 更多的內容 我們持續的為您鎖定 有沒有任何的災情 不過這回余震當然 也讓所有的搜救行動 是更加的困難 這回呢 這個搜救團隊 他們搜救的重點 還是在花蓮沙卡當步道 除了目前要搜救 這個還是失蹤的 游信一家三人之外呢 包含就是新加坡的夫妻檔 也是失聯的狀態 那麼現在他們下車地點的最新畫面 也曝光了 發現他們的確是在沙卡當這裡下車 他們下車的時間點就在7點20分 只不過他們下車的時間點 距離這個強震呢 大約還有40分鐘的時間 所以現在研判 按照兩個人腳程來看 他們的位置 這個範圍會擴大來搜索 現在呢 相關單位已經進入了大型機具 希望可以儘速的找到失聯的人 監視器畫面拍下 巴士近站緩緩停下 一對男女背著包包站起身 往車門方向前進準備下車 他們就是失聯的澳籍新加坡夫妻 現在最新畫面曝光 兩人就是在沙卡當下車的 有了 暫停一下 暫停一下 另個角度來看 夫妻倆過了馬路 接著消失在畫面當中 他們在上午六點半搭上觀光巴士 往天翔地區前進 在7點20分下了車 進入沙卡當步道遊玩 時間來到7點58分 一陣天遙地動 兩人失去音訊 根據繳程40分鐘 推算他們可能已經走了1點5公里 抵達五間屋 搜救人員也將從這個地方 向外擴大搜救行動 人員受困的情形這樣 但我們就是可能會 針對後續 這邊來做搜索的熱區 拖板車載上怪獸 即刻前往災區開挖 目前已知在沙卡當步道 0.5公里處 需貨三聚罹難者一體 等於新國夫妻又在更深處 而開挖行動更捧上不少困境 同時有突然喊說有弱石 然後我就趕快靠在眼壁上面蹲下來 然後抬頭一看就一顆很大的弱石 從我頭上飛過去這樣 沙卡當步道除了前面 我們現在目前0.5K 這個大封閉的地方以外 其實裡面還有好幾段封閉 怪獸小心翼翼 緩緩開進海魯閣國家公園 目前已經有兩台成功越過利物溪 持續開闢道路前往災區 第三台則在路途中 隨後跟上 目前大型機具進駐後 鎖定大封閉區域 希望趕緊找到人 讓家屬放下 心中大石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餐桌上好幾道香噴噴的美食佳肴 小朋友開心享用大餐 喜悅全寫在臉上 會這麼開心 是因為這群花蓮線 西保國小的學生 地震後道路中斷 受困在學校五天 已經很久沒有好好享用 熱騰騰的晚餐 公路單位搶通西巷 通往南投仁愛鄉的道路 師生五十人 在南投縣長 許淑華的安排下 撤離下山前往餐廳 許淑華認為這幾天 直升機空頭的物資 多半是乾糧與泡麵 因此要好好讓他們享用 脫困後最豐盛的一餐 讓他們能夠吃點熱食的話 那同時呢 我們也除了讓這些孩子 還有我們的家長 能夠放心之外 最重要的 我們幾位的同仁 這些說救人也相當的辛苦 師生們吃飽喝足 暖胃也暖心 但他們下上的沿途 有許多落石攤方 路面都損壞了 縣府出動三輛中型巴士 進行接駁 司機冒險挺進 完成任務也是功不可沒 受困的這幾天 余震不斷 小朋友被安置在學校宿舍 暫時跟家人沒辦法見面 用完餐 從南投出發 巴士得開600多公里 繞過半個台灣 最快也要凌晨2點 才能回到花蓮市 接受縣府的安置 師生歷險歸來 雖然路途遙遠 但總算是可以平安 回到了花蓮 華視新聞周大祥 林健波西線中 南投報道 全副武裝跨過斷垣殘壁 挺進正後災區 國軍和消防弟兄 同力合作 把山涉水 要在一片狼藉中 尋找一切希望 大地震重創花蓮 陸軍弟兄在滿地碎石 和倒塌的房屋 來回穿梭 協助災後清理 而動起來的 當然不止陸軍 空軍第一時間 啟動C13栋運輸機 及時將救援能量投射到災區 特搜隊貨爆立刻整檢裝備 確保所有物資都綁緊上機 特搜隊員 合搜救犬也緊跟其後 包括內政部空情總隊 以及花蓮縣兵隊 全數投入救災任務 常常人龍連城運輸線 馬不停蹄將物資搬上車 校內安置的人員離開後 迅速完成清銷 確保學童在週一上學無礙 國家有難 搜救英雄全力以赴 力求讓各災區 從地震的陰霾走出來 華誌新聞 海岸電台人員不斷廣播 因為屏東基於船 紅星魚號 三號早上八點多出港後 就失去聯絡 船長的女兒到現場周春敏的 粉絲夜留言求助 她說爸爸原本每天都會 打電話問候阿公阿嬤 卻好幾天沒有消息 一開始還以為只是出海後 沒有續航而已 船長的女兒在社群貼文強調 爸爸與船上兩名菲律賓船員 最後的位置 在冒陰頭海域附近 已經失聯四天了 請大家幫忙協巡 有兩艘的艦艇 在外面 來在搜尋當中 縣府已經聯繫 漁越署與海巡署 要整合救援直升機等相關資源 擴大搜尋範圍 軍事討論的粉絲專頁也提到 在菲律賓海域 有偵測到漁船伏具的訊號 希望海巡署儘快查核 讓失聯的船員能夠平安回來 華視席 我林健鋒 是縣中中孟漢 屏東報導 大岡崖進駐天王新大樓 四號晚間六支H型缸梁支撐 同時進行拆除作業 原先預計在七號晚上八點 才開始作業 但提前到七點四十分左右進行 接下來會有兩台大岡崖 前後同步拆除 二十四小時不間斷 擔心有餘症發生 邊拆除還得邊監控 預計兩週內拆除完畢 而考量到重新天移 將從頂樓開始作業 並且逐層停留檢查 住戶遺留物品 要把財損降到最低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搜救弟兄背後紅通通 從地震至今日以繼夜的新樓 全都反映在百里偷紅的背上 花蓮地震民間力量全湧入災區 按摩師講到哽咽將所有的心疼化為行動力 不僅有刮沙 還用艾草溫罐要減緩 救災弟兄的疲累疼痛 我不知道怎麼講 因為這種感動 你很難去解釋它 很多自發心的人來幫忙我們 然後成為我們最強大的後勤 對 這是我們很驕傲的事情 來自各地的愛心捐款 不斷送入災區 消防員將一箱又一箱的物資 送往各地 包括肉乾米飯物資源源不絕 絕不讓災區有人餓著 更有大批的飲料跟食物 這批貨物原本要送往里人 但當下貨運司機 從打清水隧道出來 卻遇上地震 司機隨機和公司聯絡 當下決定要將車上的貨品 分給現場受困的人員 幫助更多災民 再多進來也會造成浪費 所以可以把大家上限物資 拿去捐給更需要的災民 也有宗教單位送的祈福的 那個平安符 而目前正在基金會截至七號 已經收到九萬多筆的捐款 金額高達一億四千多萬元 民眾愛心湧入花蓮 絕不讓災民和救災英雄 獨立無援 華視線網 花蓮綜合報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搶先掌握 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